第1251章 远古丹药 远古丹随手画出一道裂缝 萧岩等人则是顺着裂缝闪躲而出 森林之中金光一阵闪烁 几道身影凭空浮现 几人在现身之后浑身斗气便是立刻涌动 在并未觉察到周围有变故时 这才栩栩的收敛 那些家伙已经先跑了 看来那老家伙伤势不算轻 望着空荡荡的森林 萧岩也是松了一口气 笑道 小一仙等人也是点了点头 目光在四处扫动 隐约间能够听见这片森林之内 传来的一些激烈战斗 以及售吼之声 想来应该是那些闯进来的寻宝者 先离开此处吧 动静越来越大 迟早会惊动森林身处的那些强悍魔兽 到时候若是被纠缠上 那就麻烦了 萧岩说完也不做过多停留 身形一动 便是按照来时的道路闪躲而去 其后的子言等人迅速跟上 一路飞夺 途中也是遇见了不少实力不弱的寻宝者 他们在见到萧岩这一行 对着森林外夺去的举动 似乎感到有些诧异 一些心思缜密着 见到他们从森林深处夺出 目光闪烁间 心头倒是想到了什么 不过碍于萧岩一行人那强悍的阵容 却不得不收敛起 心头的那些不良念头 沿着来时的方位 一路狂躲 沿途虽然惊动了不少人的目光 但却并未遇到什么阻拦 因此在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后 萧岩等人便是再度出现在了先前 进入此地的那石门处 这一路出来 萧岩等人依旧是没有发现 凤庆儿等人的踪迹 看来他们应该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离开了 这倒是令得萧岩有些遗憾 此刻后者等人因为那黑袍老者的伤势 而陷入弱势 正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呀 将石门徐徐扳开 萧岩等人再度看了一眼 那后面的远古森林 一些极度凶悍的气息 正在逐渐的变强 看来真的是有些倒霉蛋 闯进了一些实力极强存在的领地之中 在心头为这些倒霉的家伙默挨了一下 萧岩一行人也是迅速窜了出去 然后将那石门紧紧的关闭起来 宽敞的走廊之中 众人望着那紧闭的石门 再看看这已经是一片狼藉的走廊 以及两旁的楼阁 不由得苦笑摇头 这些家伙也太野蛮了一点 现在去哪儿 小一心目光望向萧岩问道 往里面走吧 真正的宝贝应该在大殿的中心 萧岩略作沉吟 然后抬头辨认了一下方向 便是对着走廊的另外一头快步行去 见状紫岩等人连忙跟上 这些走廊在萧岩等人进入远古森林的时候 明显已经是狠狠地洗刷了一番 周遭不仅一片狼藉 那些原本整洁的楼阁 也是被破坏得如同废墟一般 看得人摇头不已 见到这一路已经被破坏成这样 萧岩等人也没了什么兴致细看 当下便是加快速度 对着大殿忠心赶去 急匆匆地赶路中 也是遇见了不少四处搜寻宝贝的队伍 而令得萧岩有些奇怪的是 这些家伙似乎都在对着某一个方向赶去 见到这一幕 萧岩等人心头也是微动 对视了一眼 即是微微点头 也是跟着这些队伍之后 是担要 跟着这些队伍夺进几条走廊后 萧岩突然嗅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 当下心头一动 轻声道 而且还是很浓郁的丹药味 看来丹药数量应该不少 若是索料不出差错的话 应该是一处储存丹药的丹房 听得丹药二字 众人心头也是一动 这世界上 丹药永远都是具备着极大的诱惑力 更何况这里的丹药 还曾经是一名斗圣强者所留 那诱惑力更是成倍翻掌 走吧 我对这些远古的丹药也挺好奇的 正好见识一下 见到众人的脸色 萧岩也知道 他们有些心动 当下一笑 脚尖一点地面 速度猛然加快 一下子便是将前方的那些队伍 超越了过去 在其身后 小一心等人也是将速度施染至极致 在那远古丹药的诱惑下 每一个人似乎都变得干劲十足了起来 大殿之内的走廊犹如迷宫 不过好在萧岩依靠着那种丹药味道 在花费了十几分钟后 速度终于是逐渐的减缓了下来 而在他们面前 一座充满古旗的殿雨 矗立而现 在那殿雨之上 有着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丹殿 萧岩嘴中轻轻念叨了一声 目光下移 此刻的这座丹殿大门早已经被撞开 隐渝能够看见不少人影 在其中疯狂的四处搜寻 走吧 萧岩招呼了一声 帅心夺劲 做作宽散的殿雨 在这丹殿的第一层 已是处处狼藉 一道道人影如同强盗一般 蛮横的闯进那些炼丹室内 搜刮着一切可以看见的东西 偶尔间 还会因为争夺丹药 而爆发出极为惨烈的战斗 萧岩目光在这第一层随意地扫了扫 便是失去了兴趣 一挥手 对着丹殿之内夺去 寻找到登顶的楼梯后 直接上了第二层 在进入丹殿第二层的那一瞬 小衣心脸颊却是微变 轻声道 萧岩 有解读丹药的话 先给大家服下 这里的空气有毒 听得小衣仙这话 萧岩等人都是一症 吸了几口气 果然是觉察到一点不对劲 难怪这第二层的人少了许多 看来是有人中招了 萧岩目光一扫 便是顿在了远处地面上的一些尸体上 看着模样 明显是一些倒霉中毒身亡的家伙 从那节中取出几枚平日里炼制的解读丹 地与众人分别服食 萧岩这才说道 这丹殿有三层 这只是第二层 想必真正的宝贝在第三层 不过既然这第二层便是有着毒气 想必第三层也不会太平 待会儿大家都小心一些 听得萧岩的提醒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只有小医仙抿嘴一笑 身为恶难毒体的他 最不怕的就是那些什么毒气毒药了 一行人在这第二层粗略地搜寻了一分 只寻找到一些品杰不是很高的丹药 看来应该是被人节足先登了 在搜寻了半上 依旧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收获后 萧岩等人也值得放弃 将进入第三层的通道寻找而出 再度互相提醒了一句后 这才进入其中 这座丹殿的第三层极为辽阔 四周布满着众多规模不小的丹饰 无论是装饰还是牌上等等 都远非下两层可以相比 这里的毒气极浓 而且能够服侍体内斗气 多加小心 小一仙对毒气颇为敏感 一进入此处 便觉察到空气掺杂的烈性毒气 当下便是提醒到 文言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目光四望 在这第三层 也是能够依稀看见一些人影 这些人的气息都是极为不弱 最差的也是在斗宗层次 当然 没点本事的话 闯入这第三层 也只是找死的下场 突然进入此处的消炎一行人 无疑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不过 却并未有人过来主动攀谈 这里的人 谁都是互相提防着 不知道这第三层 有没有传说之中的九品丹药 如果有的话 那可就真的是有些疯狂了 天火尊者目光 在周围那些丹室中扫了扫 笑道 哼 九品丹药应该不可能会有 那种品贴的丹药 即便是对于斗圣强者来说 也是相当稀罕 消炎笑了笑 随意地寻找了一处 上海无人光顾的丹室 环步而进 这座丹室的规模不小 因为还未被其他人光顾 所以看上去倒是依旧整洁 消炎在搜寻了一番后 倒也是找到了一卷远古的药方 略微看了一眼 便是收入纳戒中 现在可没有时间细看这些东西 除了这卷药方 还有着一瓶并未开封的丹药 在那奄奄泄露而出的丹香来看 想来应该是七品丹药 不过至于有何功效 上面没说明啊 消炎一时间也觉察不出来 搜刮完这间丹室 消炎等人便是再度转战 一路连窜了将近八座丹室 虽然并未有太大的意外惊喜 但也算是略有收获 而且一些远古的药方 也颇对消炎的胃口 对于他这种炼药师来说 有时候药方比丹药更珍贵 再度推开了一间位于角落处的丹室 消炎等人缓步而进 目光四处扫了扫 眉头却是一皱 与其他的丹室相比 这里无疑是要显得狭窄许多 而且看着一片狼藉的模样 似乎还已经被人给光顾过了 走吧 目光扫了扫 消炎便失去了兴趣 挥了挥手 刚欲转身离去 一道白影突然自狼藉的丹室内窜出 突如其来的白影 令得消炎等人一惊 体内斗气几乎是在瞬间便是运转起来 目光顺着那白影闪烁的地方望去 皆是一愣 原来是一只浑身都是白色绒毛的小兽 这小兽似猫 但体型显得格外肥瘦 圆滚滚的看上去很是憨厚 不过其体内倒是没有什么能量波动 似乎只是一头普通的小兽 消炎等人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心也是缓了下来 瞥了一眼那圆滚滚的小家伙 刚欲带人离开 心头却是猛的移动 不对 这里可是远古一迹 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头 除了可爱跟肥瘦外 连能量都不曾具备的小兽呢 眉头微微皱了皱 消炎再度转回目光 认真的盯着那圆滚滚的小家伙 扮上后 似是猛的觉察到了什么 一双眼睛似乎是在瞬间 就是如同青蛙一般 瞪得鼓鼓的起来 见到消炎这般表情 小一仙等人也是一愣 他们可还是第一次看见 消炎这种神态 然而还不带小一仙等人 开口询问 消炎的脸色便是迅速撞红 一口粗话居然都是忍不住的 跑了出来 妈的 这家伙居然是一颗丹药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 第1252章 12章 勾演丹寿 丹药 听得消炎这句粗话 所有人都是愣了下来 好半生后 方才逐渐地回过神来 目光难以置信地望着 那头雪白小兽 此刻的后者 正瞪着一双灵动的眼睛 好奇地盯着他们 那副模样 怎像是一枚丹药 有这么大的丹药吗 小一仙那那的道 绝对不会错 那种丹药的味道 我不会认错 先前我还以为 是此处的一些丹药残余所发 但仔细探测后 却是发现 那丹药之味 是从这小兽体内 散发出来的 萧炎的眼中 充斥着一种 难以置信的火热 的确有着一些 高品阶的丹药 能够变化形状 甚至具备灵质 此处是斗圣强者 所留的远古遗迹 有这种奇物 倒也不是很奇怪 天火尊者说了一声 玄祭也是苦笑 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 变化成兽型的丹药 顶多只是在古籍之中 见过而已 难道这小兽 就是传说中的 九品丹药 紫言好奇地说道 不是九品丹药 但也相差不远 一般只要经历了 七色以上丹类的丹药 都是能够具备着 变化兽型的能力 而且灵质还极强 消炎目光 紧紧地盯着那小兽 轻声道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小兽的本体 应该是一枚 经历了八色 甚至九色丹雷的丹药 据那九品丹药 也只是咫尺而已 经历了八色丹雷的八品丹药 众人面面相觑了一眼 这种品质的丹药 即便是放眼如今的 斗气大陆 能够炼制而出的 恐怕都不会超过五人之多 即便是此刻的消炎 都是炼制不出来 这东西若是传出去 这远古一季内的强者们 恐怕都得疯狂了 小一仙美眸轻闸 略显凝重的道 这种品质的丹药的诱惑力 即便是一些老怪 都是无法抵御 若是让他们知道 必然会倾尽一切手段 钱来夺取 斗尊之间实力提升极为困难 若是谁能够吞服这枚丹药 那么实力必然会大有长进 这足可底下十年 甚至百年的修炼之功 这等诱惑力 有多少人能够免疫呢 听得小一仙此话 硝烟等人也是连忙的 从那狂喜之中回过神来 这东西的确是个大宝贝 但也是一个极为烫手的山芽 如果传了出去 那么恐怕进入这一季的所有人 都是会瞬间眼红 那时候便是真正的众师之地了 硝烟略为沉吟 偏过头对着熊战使了个眼色 后者见状也是明白他的意思 缓步退出几步 站于大门之外 凶煞吃气 弥漫身体 如同怒目金刚一般守在门口 这第三层虽说有着不少强者 但能够超越熊战 也是屈指可数 有他这么凶神恶煞的门卫 其他人即便心仰之地的东西 但在不知道确切消息的情况下 也是不敢随意地闯进来 而这也正是硝烟等人 所需要的效果 把这小家伙抓起来 见到熊战守住门口 子言颇有些兴奋的道 不要轻举妄动 这小家伙看似没有什么能量 但也不好惹 若是将他给惊跑了 没有气息做指标 我们很难再将他 从这么大的殿堂之中搜寻出来 硝烟摇了摇头 脸庞上浮现一抹笑容 说道 而且抓捕这种小家伙 也并不需要使用蛮力 你有办法 小医先诧异地道 硝烟微微一笑 从娜姐中取出一个玉瓶 玉瓶内盛装着几枚四品丹药 他从中取出一枚 远远地抛向那雪白的小家伙 丹药轻轻地落在雪白小兽旁边 滴溜溜地转了转 后者先是受惊地退了一段距离 然后这才凑上前来 嗅了嗅 但出乎硝烟意料的 他却并未吞噬 摇了摇脑袋便是退了回去 看那模样 明确是完全地 看不起如此低品质的丹药 见到这一幕 硝烟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尴尬之色 一旁的小医先语紫言 忍不住地嘶嘶嘶笑 这小兽简直太不给面子了 看来呀 是被那些高品质的丹药养掉了 硝烟苦笑一声 只得再度从那界内 取出炼制的六品丹药 屈指一弹 将之弹射到小兽旁边 这一次后者闻了闻后 灵动的大眼睛中 方才夺过些许兴奋 粉嫩的舌头一舔 便是将丹药 如同豆子一般地扫进嘴中 咯吱咯吱地嚼碎 并且吞进肚内 吃了一枚六品丹药 小兽再度抬头 灵动的大眼睛盯着硝烟 粉嫩的舌头 如同小狗一般 不断地伸吐着 明显是吃得不过瘾呢 见状硝烟心头确实一喜 古籍记载果然没错 这种丹兽 需要以丹药为食 用丹药来驯服这些丹兽 是最好的办法 再度取出几枚六品丹药 硝烟将之禁术 弹射至雪崴小兽身旁 后者倒是来者不拒 将之禁术吞入肚内 而随着十来枚丹药入肚 小兽望着硝烟的目光中 既被倒是逐渐少了一些 这也太败家了吧 见到硝烟将这些六品丹药 如同豆子一般的不断丢出去 天火尊者都是忍不住的 有些心疼了起来 这些丹药在外界 也能算作是万金难求啊 如今却是拿来当饲料用 哎 没办法呀 这小家伙嘴太掉了 六品以下的丹药吃都不吃 硝烟也是略感无奈 他小看了这丹兽对食物的挑剔 天火尊者苦笑 只能看着硝烟一枚一枚 不断的将丹药丢出去 不过好在这些丹药丢出去 也不是没有收获 至少那雪白小兽 已经对他们不再抗拒 这般喂食足足持续了十分钟 而在这十分钟后 硝烟总共丢出了二十多枚六品丹药 以及八枚七品丹药 这般挥霍速度 搞得最后连他自己 都是心头低血了起来 这些丹药 即便是以他现在的能力 都是至少需要几天时间 方才能够炼制而出 而现在却是在那单手 咯吱咯吱的牙齿搅动之下 全没了 不过索性 这种挥霍并非无止境 就在硝烟都是有些 感到麻木之时 那雪白小兽 都是满意地撑起后腿 两只白绒绒的爪子 拍了拍那圆溜溜的肚皮 眼中尽是满足之色 见到终于喂饱了这个小家伙 硝烟也是松了一口气 对着前者吹了一个口哨 那雪白小兽用灵动的眼睛 看了他一眼 似乎是想要走过来 但硝烟那里人多 令他又是有点迟疑 瞧得这一幕 硝烟知道 是该下狠药了 只要让这个小家伙 心甘情愿地过来 那么他便是能够暂时地 算作是这丹朔的主人了 手掌一晃 一个透明玉瓶浮现而出 玉瓶之内 有着一枚浑原的丹药 充满灵气的丹物 萦绕在玉瓶内 而那丹药 也是如同具备灵性一般 悬浮在玉瓶内 左摇右摆 这枚丹药 自然便是硝烟手中 品质最高的丹药 也就是当天 丹会炼制的那枚 招来了五色丹雷的 深谷融雪丹 这枚丹药一出现 那小说的眼睛 顿时就瞪圆了起来 当下前肢在桌前一弹 圆滚滚的身体 便是在半空中 划起一道弧线 迫不及待的 对着硝烟冲了过来 见状 硝烟的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 灿烂笑容 小家伙 看你上不上钩 雪白小兽在半空中 划起一道弧线 然后就在他 即将撞进硝烟怀中时 其身体突然凭空凝固而下 一股突如其来的犀利暴涌 直接是乡骑扯得向上飞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 也是令得硝烟等人一证 硝烟反应最快 脸色瞬间便是阴沉下来 目光向上一扫 只见得一道 略显妖娆的黑影闪躲而出 一把便是将丹兽 强行抓在了手中 小家伙 看你这次往哪跑 一把抓住丹兽 那黑影人也不理会 他的剧烈挣扎 笑道 找死 硝烟面色阴沉 身形一动 直接出现在了那黑影人面前 紫赫色火焰缠绕双掌 一掌便是对着后者狠狠拍得过去 面对着硝烟的攻势 那黑影人也不惧 反身便是一掌拍来 与硝烟手掌重重地轰击在了一起 双掌交锋 硝烟身体一颤 那黑影人则是飞速地倒退了几步 最后矫健地跃上了一束横梁 居高临下地望着下方的众人冷声道 这丹兽我追了他许久 你们想要抢抢 硝烟面无表情 目光盯着那黑影人脸颊上的鬼神面具 眼中寒芒闪动 又是你 这突然出现的黑影人 赫然便是当天对紫赫出手的那位神秘人 敢对古奶奶出手 你活腻了不成 紫妍也是认出了此人 当下便是怒斥道 妈的 小心这娘们 她掌一照就失神了 让她给偷偷闯了进来 雄湛也是冲了进来 怒声道 硝烟面色阴沉 压抑一下心头的怒火 对着小一仙天火蹲折使了个眼色 两人会神 各自退开一些距离 将这黑影人的退路封锁 将丹寿交给我们 以前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否则 那便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斗魄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聚收听 斗魄苍雄 第1253章 请不吝点赞 预订阅